入口处 浩志刚转成绿灯 车辆纷纷起步向前 没想到这时 右方一样游览车 却丝毫没有减速 直接闯红灯冲过入口 骑士根本来不及反应 当场被撞倒在地 这一撞不只导致骑士 被卷入车底 失去生命迹象 就连游览车挡风玻璃 也碎成蜘蛛网撞 辖区警方后报 赶紧到场拉起封锁线 而另一头骑士物品散落一地 车壳和坐垫通通喷飞 事发就在27号上午7点多 新北市板桥区 南亚路二段和远东路口 这辆游览车 当时载着国内旅行团 准备前往清晋农场 没想到途中 疑似闯红灯 才会在路口处撞到机车 导致83岁的女骑士 全身多处擦挫伤 抢救后人宣告不治 周末开心出游 却碰上死亡车祸 好几名旅客 只能带着大包小包行李 在路旁等待业者 调派车辆接应 而肇事驾驶 后续也被带到交通分队 制作笔录 驾驶到案公称 自己是看错耗制 才会不小心闯下大祸 但这回因为一时初心 带走一条宝贵性命 恐怕也让死者家属 无法接受 三十位林中仙 邱文言来信仪 新北采访报导